大概是今天凌晨3點半左右 一般承認我們報紙的印刷廠 是早上這個時間搬報紙去準備 派送去不同的區域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那個時間 所以他們開了門後5分鐘左右衝進來 大概四個人 兩個穿便裝不得黑色的衣服 另外兩個就像現在的抗爭者那樣的裝扮 其中一個好像抗爭者那樣的裝扮 拿著兩桶應該是電油來的 或者是一些火水鹽品 衝進來之後其中一個便衣是拿著頸棍 不止一個 不過那個拿著頸棍那個 就指客員工就不讓他們動 然後他們很快撥了一些火水 火水這樣撥過去印刷廠那一邊 然後就馬上點起火 火的聲音就很大 但是一點起火就馬上衝出去了 所以整個過程其實發生很快 我們一直都是說 要對付我們的資訊出去 一定是中共在香港 所以我們都很明確 第一次去破壞印刷廠那時 我們都是這樣說 2006年 我想其實在這個時候 整個香港的香港人都未必一定是安全的 如果你真的要說真話 Be Yourself 所以大家都沒得擔心 我們會堅持下去 要很高興